尊敬的群主 尊敬的主讲嘉宾 吴继铭老师 亲爱的转播义工和音频师 以及收听今晚讲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嘉玲 今晚做客精神家园舞群的是吴继铭老师 目前是黄埔后代基金会常务会长 其父曾为讲工的学生 战干团成员 浴血抗战 其母为三清团妇女工作指导员 曾为金国先生的学生 今天是吴继铭老师在精神家园舞群的第五场讲座 今晚的讲座主题是 军人魂134师 军人魂 这是讲工1951年 对第20军 第三任军长杨干才的赞誉 八年抗战 二十军是少有的打满抗战全场的部队 松户战役 台尔庄 武汉 长沙 长衡 独山 1949年 共军渡江 炮战惨烈 军长杨干才兵败自杀 直至1952年 黑水之翼 134师战至最后一兵一足 就在半小时前 桃花园群主小琼带来一个好消息 134师第三任军长杨干才的儿子和其他亲人 得知今晚的讲座是讲述他的父亲 非常的激动 主讲嘉宾吴济明老师更是激动不已 他可以完成家父的遗愿了 由于杨干才军长的儿子已70多的高龄 对微信的操作不太熟悉 比较遗憾不能到今晚的讲座现场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后面的音频 老人是可以听到的 感谢您 接下来就有请吴济明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老师有请 各位同仁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今天很高兴来到精神家园讲坛 和大家来探讨国军军魂 在讲之前 我首先要感谢的是主持人嘉宁女士 感谢各位转播员 你们辛苦了 什么是国军军魂 国军军魂的标准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在1949年 大陆大部分的国军投降的投降 起义的起义 国民政府败退台湾 整个大江南北 整个大江南北 都是在起义的气氛之中 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之下 有一支部队 孤军奋赠 做到了 林郑氏 不投降 林郑氏 不背叛 这个部队 就是 活军 二十军 一三四四 我认为 我认为 国军 一三四四 才称得上 国军的军魂 在大陆 是最后一个 保住了国军军魂的部队 我们大陆 有很多人 都知道 国军 七十四军 很会打仗 但不知 国军 二十军 都知道 张念浦将军 非常的英勇 不知道 杨干财将军 比他还要英勇 可能 有人说我在吹牛 也许说我说大话 让我们 让历史 正正的经历 来证明 二十军 是一支川军部队 是杨申将军 一手 唱剑的 部队 这支部队 叫 子弟兵 这个子弟兵 非常的 人 赠 人 吃苦 不管什么 恶藏 他们都是 冲锋 在前 因为 他们是 打辅 亲兄弟 上阵 父子兵 二十军 在 北伐的时候 一九八六年 参加了 北伐 政政 一九三七年 参加了 抗日政政 是川军里面 第一个 出川的 部队 参加了 松阜 费政 武汉 费政 南昌 费政 长沙 三四费政 长恒费政 桂柳费政 突三正义 桂柳 反攻政 广西 最后 日本投降 五个小时 还在 追打 日军 这就是 国军 二十军 在 抗政 结束以后 二十军 参加了 抗乱 共产党叫 解放战争 国民政府 叫 抗乱战争 那么 简称 叫 内政 这场战争 改变了 中华民族的历史 很多英雄 他们 默默无闻 很多英雄 他们为国 为了 北姓 他们 自杀 成人 今天 我要讲的部队 就是 二十军 一三四四 在讲 二十军 一三四四之前 我来 简单 介绍一下 我父亲的 简历 我的父亲 吴春祥 1918年 出生 在 三七年之前 在江西省电报局工作 工作了三年 卢高桥事变爆发 父亲 瞒着我的祖母 祖父 和所有的亲朋好友 去报考 陆军军官学校 教导总队 军事勇 当学兵 总队长 贵永清 副总队长 周正强 参谋长 邱金泉 军事勇 勇 勇掌 吴树清 二年 廉长 叶哉清 我父亲是 三排 当学兵 参加了 南京 保卫证 1938年 二月份 在武昌 报考了 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 正式工作干部训练团 简称战干团 团长 蒋中正 副团长 陈成 教育长 贵永清 政治总教官 邓文毅 军事总教官 军事总教官 王公亮 总队长 杨口燦 副总队长 邓文毅 邓 叶哉清 二大队 大队长 说本勤 副大队长 相斌 八重队 队长 安夫国 我父亲在八重队 当学员 1938年的 3月1号 开学典 6月1号 升学典礼 8月1号 毕业典礼 8月2号 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 讲功监事 我父亲 我父亲在政干团 受讲功 四字 寻话 9月份 被分配到 广东省 梅县 武区 训练 高中 大学 军训 是区里的 分队长 总队长 杜宽 1939年的 3月份 到 重庆 部队 三十六军 第五师 寿团 一有 二连 三排 做少尉 排长 军长 姚淳 师长 刘彩廷 师长 刘彩廷 团长 袁子龙 参加了 昆仁关 正义 1940年 五月份 在广西 全县 三十三 补薰处 训练 新兵 处长 王公亮 副处长 杨吃智 团长 罗胜元 三年的 连长 宁庄人 我父亲 住 少尉 指导员 少尉 指导员 在这里 训练 训兵 有两年 1942年 五月份 到 湖南 平江 平江 到 二十军 二十军 一三四师 四八团 二勇 五年 任 中尉 指导员 军长 杨汉 师长 杨干财 团长 向文斌 勇长 张新菊 我的父亲 在 五勇 五年 五勇 做中尉 指导员 在 1944年 二月到五月份 在九镇区 干部 新年团 在长沙 团长 学院 教育长 叶寿 上尉 指导员 六月份 参加了 长恒费政 十月份 桂柳费政 十二月份 托山正义 1945年 七月份 桂柳 反共证 日本投降 五个小时 在广西的 全线 追击 日军 这就是我父亲 这就是我父亲 抗争的经过 在 抗乱的时候 1946年 少校 干事 1949年的 三月份 是杨干财将军 在 吴府 提升我父亲为 四八团 新闻师 中校 主任 这是我父亲的 简历 那么 我下面 讲一讲 二字军 在 抗乱的 经过 二字军 在抗政 圣礼 结束以后 驻军在 广西的 柳州 柳州 火车站 附近 到了1946年的 到了1946年的 11月份 得到军令 要二字军 到山东去 抗乱 二字军 就动身 从 柳州动身 到了 湖南的 衡阳 坐火车 到山东 到了山东 赶到 山东的 藤县 驻军 坐军下来 我的父亲 他是搞 呃 干事 啊 就是搞 宣传工作 啊 那个 组织 那个 啊 那个 人到下面去 到乡里 啊 到县里 到农村 跟那个 北姓啊 要打争一遍 北姓 就是 国军的 一种 桥梁啊 这个群众工作 这个群众工作 要做得很好 啊 当时叫北姓 啊 不是叫群众 叫北姓 呃 到了山东以后 就跟 陈毅的部队 经常在 打仗啊 经常打 小仗 大仗 有一次 这个大仗 打得 非常的激烈 大概是在 1946年 47年的 47年的 3月份 47年的 3月份 陈毅部队 围困 山东 腾县 整整 打了 一个星期 二字军 他只有 两个师 一个是 133师 一个是 134师 他不是中央军 中央军 中央军 他都是 三个师 川军 他只有 两个师 那么 这两个师 守在 山东的 藤县 跟陈毅的部队 大家都知道 陈毅 属于 他们的部队 很能打仗 但是 面对 二字军 他们是 一点办法 都没有 二字军 因为他是 子弟兵 在 保卫 藤县的时候 整整 打了 一个星期 把一个 城墙的 一个 很大的 打出来 一个洞 这个 可以 要是 农攻 都可以 攻上去 但是 没有办法 二字军 十八团 一个班 在这方面 打得 非常的 出色 非常 出色 守住 守住 被中共 打破的 那种 缺口 拼命的 往实力打 往实力打 守住 中共 他们很胜意 打人海战术 很胜意 打人海战术 打了 整整 一个星期 没有打下来 他们 撤退了 撤退了 阿治军 军长 杨干才 非常的高兴 召集全军大会 表扬 这个守住 呃 城墙的那个 班 这个班长 他姓杨 叫杨 班长 在全军 费上 提升他为 少尉 排长 我的父亲 为了这场战争 写了一份报道 提名是 一马当先 这个报道 在 守住 被中共 打破的 那种缺口 啊 拼命的 往实力打 啊 往实力打 守住 中共 他们很胜意 打人海战术 很胜意 打人海战术 打了 整整一个星期 没有打下来 他们撤退了 撤退了 阿治军 军长 杨刚才 非常的高兴 召集全军大会 表扬 这个守住 呃 城墙的那个 班 这个班长 他姓杨 叫杨 班长 在全军 费上 提升他为 少尉 排长 我的父亲 为了这场战争 写了一份报道 提名是 一马当先 这个报道 在 从排长 到团长 都要四川人 啊 所以 四川人 在这方面 非常的团结 啊 这个士兵 都是家乡人 啊 出楼外 都是异乡人一样的 所以叫 四川 阿治军 叫子弟兵 啊 子弟兵 很会打仗 因为他们 不怕死 他们非常的勇敢 啊 呃 川军的 阿治军 他们的待遇 也非常的好 啊 因为 杨森将军 对阿治军 是他一手 栽培起来的 由他一手 支接 而指挥的 阿治军 到了 1947年的 五月份 接到那 上级的命定 要阿治军 到 河南 去参加 抗乱 阿治军 从 彭县出发 到了 河南 到了 河南 是 哪些 呃 县市 是 棉石县 南阳 洛阳 新野 珠马殿 雀山 信仰 河北 啊 福北市 咸阳 樊城 这一带 追啊 追中共 呃 开阵 啊 当时 因为他们是叫 啊 呃 搅毁 啊 搅毁 啊 呃 打的第一个部队 就是 恐虫舟 这个恐虫舟 他过去是西北部队 他在四七年的时候 啊 在四六个年 他就 投靠了啊 呃 中共的部队 啊 按照中共来讲 就是起义了 啊 起义了 那么 阿治军 提出了一个口号 追打 叛军 恐虫舟 啊 追打叛军恐虫舟 从 五月份 一直打 啊 打到几月份 才把孔虫舟 呃 这个部队所消灭 打到 四七年的 十二月份 啊 四七年 呃 打到四七年的 一十二月份 逢山 过山 逢水 过水 猛追猛打 这个孔虫舟的部队 就把他彻底的 消灭了 啊 消灭了 他把他的 再也没有出来过 啊 再也没有出来过 孔虫舟 他是 毛泽东的亲家 啊 毛泽东的亲家 就是这个孔虫舟 啊 孔虫舟 呃 跟着孔虫舟 把孔虫舟 打败了以后呢 啊 在 跟孔虫舟 打的时候 也跟过 李先燕的部队 啊 在湖北 环城 啊 咸阳这一带 也在河南这一带 啊 跟李先燕的部队 打 李先燕的部队 跟阿子军打 大打小小 打了很多仗 从来没打过 呃 李先燕的部队 从来没打过一次胜仗 一直是打败仗 所以 阿子军 跟李先燕的部队 起了一个外号 叫逃跑将军 逃跑将军 啊 呃 这个外号 一直是这样叫 啊 一直这样追着打 打了李先燕的部队 往大批山跑 啊 追到大批山下面 就没有办法了 他们上了山 就没有办法了 啊 所以李先燕 在共军里面作证 他是没有打过胜仗的 一直是打败仗 啊 他是阿子军手下的败将 啊 这是我父亲亲自跟我讲的 啊 因为我过去觉得很神奇 共军那么会打仗 我父亲告诉我 胜败是兵家常识 啊 兵家常识 所以他把这个 呃 康乱的经过 啊 详细的告诉了我 呃 所以我父亲 把这个详细的经过 告诉了我 呃 在一九四八年的二月份 阿子军驻军在 荷兰的 敲山 啊 敲山县 呃 大概是在春节之前 一个星期 就是我们快过小年的时候 共军要消灭 阿子军 掉了三支 有力量的部队 这三支部队是 陈一部队 陈根部队 刘伯承部队 攻打 阿子军 阿子军 杨干财将军 很费 步兵排阵 他一到敲山 要 腰山四师 不在县城 要腰山三师 不在县城 在对面的一座小山上 啊 一个小山上 守住那里 腰山四师 和军部 在县城 在三十晚上的 前一天 三支部队 围攻 阿子军 这场战争 打得非常的 惨烈 猛攻 猛打 阿子军 李 李 跟外 加攻 啊 这样坚持了 整整 一个星期 这三支部队 没有拿下 翘山 在这个时候 在这紧要关头的时候 开封的部队 国军开封的部队 信仰的部队 猪马垫的部队 都 猪马垫的部队 都开到 七二三 共军 建了以后 赶快 跑掉了 跑掉了 没有办法 打下不了 阿子军 阿子军 在春节的这天晚上 三十晚上 非常的高兴 大家翻度 升级 杨干财将军 一有无比 在这个时候 杨干财 写了一首 打游诗 他是这样写的 抱诸一声 其咎 打退 成功 成义 刘伯承 他把这个写好以后 叫政治部 呼应 每个排长以上的军官 每人一副 我父亲讲起这些 挺高兴的 挺神奇的 我父亲告诉我 每一个人都有 我们很愉快的 过上了一个 非常好的 春节 在荷兰的 翘山 到了五月份的时候 部队开往 信仰 在信仰 我的父亲 在信仰 找了一个当地的女子 比我父亲小12岁 叫姓 叫盛奉德 当时我父亲 应该是30岁 38年 30岁才成家 找了一个比他小12岁的 一个少女 祖分人 是师长 李建律 副师长 朱泰安 主持 当地的本姓 为这对 飞银 奔走相告 都很高兴 因为老百姓 我父亲 是这样描述的 共军说 我们对老百姓 不好 实际上 我们国军 是爱护老百姓 因为我们在 在政干团的时候 教官就讲了 父母 叔叔 都是北姓 我们就是要爱北姓 所以说 每一个 士兵 军官 他的后面 都有六个字 爱国家 爱北姓 就是这样 我父亲成家以后 这个 夫人 没有随军 没有随军 因为 当时在 新军 打仗 一直在 河南 换围 跟中共的 部队 矫正 共军 一直没有 消灭 二十军 二十军 一直是 追打 不管是哪里 都是追打 有一次 有一次 一三三师 被中共的军队 围住了 使军长 杨干才 得到 这个 信息以后 马上命定 一三四师 四八团 去解围 清张上阵 火速 赶到正常 为什么要派 四北团 去呢 因为四北团的 团长姓陈 因为四北团的 团长姓陈 叫陈之远 一三四师的 师长 叫陈志成 他们是亲兄弟 所以达夫 亲兄弟 上阵 副子兵 团长 陈志成 带着四把团 清张上阵 追到 战场 共军 马上就 跑掉了 跑掉了 把 一三四师 剪为 出来了 所以 阿治军 就是一张 这样会打仗的 一个部队 赶冲 赶杀 在正常上 不留其面 杨干才将军 很费 步兵 排阵 这是我父亲讲的 杨干才将军 很费步兵 排阵 打仗 并不是说 靠你 英勇 还要会 步兵 排阵 这是非常重要的 军事方面的 事情 过去我对这个 根本是一点不懂 父亲告诉我 步兵 排阵 非常重要 要是在 秋三 杨干才将军 步兵 排阵 不好的话 可能全军 就完了 在1948年就完了 到了十二友困的时候 得到了上面的 是指令 要阿兹军赶到 安徽的 去援助 增援 十二兵团 王威兵团 中共叫淮海正义 国军叫瞿胖 费正 阿兹军从 荷兰 到 湖北 从湖北 坐船 到南京的 下关 到南京的 浦口 南京的浦口 赶到 安徽 棒 到了那里以后 看到那个正常的场面 是根本的进度 进不去了 为什么 里三层 外三层 所有的公路 全部破坏 你根本进去不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军事委员会 又把阿兹军 调回到 南京台 又调回到南京台 所以在 淮海正义 阿兹军 进去不了 可能要是进去了 也会像 包脚 这样 也会像 包脚 这样 像被 共军 而包围 而切灭 所以 军事委员会 要阿兹军 辅速地 退到 南京来 到了 1949年的 一月会 赶到了 南京 一到南京 就住到 总统府 那个总统府 当时已经 迁到 广州去了 总统府 它是一个 空子 空的 阿兹军 住在 阿兹军 在 总统府 整整 住到一支 过完了 春节 过完了 春节 到了 1949年的 三月份 部队 要开往 吴府 守 长江 到了 吴府以后 步兵排阵 这个都 全部 都排的 满满的 各方面 都很好 在这个时候 我的父亲 一直 没有 离开 正常 他是从 12年 一直到 49年 整整在 阿兹军 待了 7年 在这个时候 阿兹军 有一个 四八团 有一个 离开部队 半年之久的 一个 中校主任 他姓 叫 敏一宝 杨干财将军 到 四八团 就是 134师 四八团 来视察 工作的时候 发现 发现了 新闻师 主任 敏一宝 不见 大发 离听 在 经济 这么 紧张的时候 怎么能离职 脱港离职 离开 军勇 这个要 追查他的 责任 马上 陈志远团长 四八团的团长 就向 杨干财将军讲 这位 吴干事 在我们 团 整整 待了 7年 从来 没有离开 我们团 一部 杨干财 表扬 我父亲 赞扬 我父亲 当场 啪啪 这个 新闻师 忠孝主任 就是你 吴干事 坚任 叫团长 到军部去 拉 叫团长 到军部去 拉 任命账 我父亲 我问他 你当时 升了一级 你高兴吧 他讲 肯定高兴 做军人 人生一级的话 你知道多难 肯定是非常高兴 杨干财将军 在团部 和这些军官 下级军官 大家在一起 探讨 守江的 守长江 这个不作证计划 到了晚上 共同 没有架子的 跟这些下级军官 在一起 吃饭 吃酒 我父亲 敬杨干财将军 两杯酒 我父亲 非常感谢 杨干财将军的 栽培 杨干财将军 在我父亲的影响里 他是一个非常 优秀的将军 身材高大 窥露 有一种 军人的 一种神奇 杨干财将军 他 我父亲跟着他 是从在 湖南的 因为一直 那个时候 杨干财在抗政的时候 他是一个 师长 是1344的师长 所以一直跟着杨干财 对杨干财 很了解 跟杨干财 他总共在一起 只吃过两次饭 只吃过两次饭 他是 非常的一种感到荣幸 感到荣幸 在这方面呢 我要谈谈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当了 新闻师主任以后 快到三月底的时候 快到三月底的时候 我的 我父亲的那个夫人 和他的旧老爷 到了古府 到了阿兹君 来找我的父亲 那个时候 已经挺了一个大肚子 挺了大肚子 到了 月底的时候 到了 三月底的时候 知道了 真正的 马上要打响 马上要打响 团部 叫这些家属 绥靖家属 赶快到军部 到军部 全部到后方 到哪里去 到四川的重庆 因为四川的重庆 就是阿兹君的 大奔勇 大奔勇 我父亲 把 他的夫人 送到军部 就到了团部来 到了 四月 二十号 大概在 二十号的晚上 突然 枪声大作 发现前面一个军 这个枪声 是前面一个军 这个军 因为是国军的 首帝 怎么那里有枪声 知道了 那是那里 已经起义了 国军 一个部队 起义了 跟中共的部队 里应外合 对付 二十军 在这种情况之下 二十军 被他们打得 措手不及 打到 二十一号的 晚上 下达命令 突围 突围 当时 突围出来的 有1344的副师长 姓景 叫景家茂 1344的师长 李建日 朱泰安 被捕 被俘 团长 陈志远 被俘 副团长 文 文轩来 被 证实 我的父亲 托为成功 托为成功 我的父亲 讲了一个 这样的 差距 我们 往那边 冲的时候 看到对方啊 那个枪啊 这个子弹啊 这个子弹啊 是望天空打的 他们知道 这可能是 起义的部队 没有向自己的 部队 开枪 向天上 开枪 可能我父亲 也许 这个 啊 命运 他的 呃 命大 不大 只能这样讲吧 啊 他就碰到了 这样好的事 所以我父亲 他托为成功 他托为成功 好 呃 他知道 他跟中共 作战啊 中共也知道 杨干才啊 这个人 是非常的啊 按照中共来讲 是非常的啊 呃 乐烈啊 按照中共来讲啊 但是按照我们国军来讲 他是非常的英勇无比啊 英勇无比 所以说 杨干才将军 自杀成人 成为千古的佳化 啊 作为军人 都应该向杨干才将军 学习啊 杨干才将军 讲公 追认他为上将 张宁普还是中将 呃 突围成功以后 阿子军 可以这样讲 叫灭顶 自材 灭顶自材 我的父亲从 呃 胡胡 一直步行 到了我们江西的老家 我的父亲 从三七年离开江西 第一次 到了自己的家里 五一份赶到家里 一九四九年的五一份 赶到家里以后 中共的解放军 已经 阵营了 南长县 我们五阳乡 都驻扎在 解放军 我父亲 知道解放军 解放军 也知道我父亲 啊 但是 不会动手 我问我的父亲 他怎么不动手 抓你们呢 呃 我父亲告诉我 不会的 因为他们没有建立政权 当时的政府 还是中华民国 乡政府 还是过去的 啊 啊 墙长 啊 所以 没有动 啊 中共在这方面 他玩得很漂亮 啊 当时 杨自知啊 呃 老长官 也在家里 杨自知 老长官 他家里 就住 住了 中共的 工作组 就在上面 杨自知 很成功的 他逃离了 大陆 到了 台湾 成功的 到了台湾 我的父亲 也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去找自己的部队 二十军啊 从江西的 从江西的张树啊 到金安 金安是国军的部队啊 在张树这边全是中共的部队 到了金安以后啊 从金安到诸州 湖南的诸州 到了诸州 呃 阿治军在那里收拥 阿治军的部队 收拥阿治军的部队 啊 我阿治军 我父亲 马上就去报到啊 归队啊 叫归队 就一直到了 重庆 到了重庆 杨生将军 重庆 阿治军 增加了一个 托利斯 师长 向文斌 13 1334的师长 景家茂 1344的师长 萧川仁 六月份 成立 六月份 重新组建 走建以后 啊 用军训啊 呃 到了 1949年的 十二月份 十二月份 得到了命令 阿治军 要到 四川的 万县 去救 抗乱 抗乱 总指飞 松西连 上 呃 将军 阿治军 13344师 13344师 步行 从 广安 啊 动身 啊 从广安 走过去 呃 从广安 走过去以后 到了 呃 四川的 卸风县 被共军拦截 1344师 师长 萧卓人 命定 四八团 团长 梅国卿 手助 让 401 402 团 啊 撤离 撤退 嗯 我父亲是四八团 啊 所以留下来 啊 主机 掩护两个团 撤退 当时打得 很激烈 呃 杨干 呃 萧卓人将军 萧卓人将军 马上 啊 从那边 走过来 对着这些士兵讲 很潇洒的讲 呃 非常潇洒 而且一点都没有 正正的那种 紧迫感 和危险感 他是这样讲的 打仗好玩吧 笑的跟他们讲 哈 打仗好玩吧 啊 啊 这是我父亲 亲自听到他的 这样对 自己的士兵 是这样讲的 他带着他的 两个团 撤退 我父亲 在这场战争中 呃 是1949年的 12月 12号 在卸峰 呃 打主机的时候 是五点钟 打的 大概到了六点多钟 共军越打越多 越打越多 呃 团长 梅霍卿 啊 他 跑掉了 跑了 呃 副团长 啊 呃 罗亚兰 和我父亲 呃 罗亚兰和我父亲 还有一个 卫生连的连长 背负 背负 士兵背负 呃 军官 只有这三位 其他的 因为都是 四川人 他们对山路很熟悉 啊 跑掉了 跑掉了 呃 呃 当时二军军的军长 啊 是杨汉烈 啊 杨汉烈 杨汉烈呢 到了成 到了成都那边 啊 他宣布起义 啊 大概是在 十二月的二十多号左右 他宣布起义 起义 有两个师 跟着他起义了 一个是 突立师 向文兵 一个是 134师 133师啊 133师 紧将冒 134师 起缺起义 啊 带着他的部队 到西康去 据述 作证 带着部队 据述作证 啊 这就是 国军 134师 起缺起义 这也就是 国军的将领 杨干财 啊 不知道 那个萧川仁将军 萧川仁将军 啊 呃 有这种 啊 英雄的气概 有着军人的军魂 呃 还有一些 133师的 突立师的一些 政工干部 啊 也没有参加起义 离开部队 到西康 去投奔 萧川仁将军 这个是我父亲 他被俘了 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啊 这个我现在 先讲一讲 我父亲 呃 讲一讲 我父亲被俘的情况 当时 被俘以后 啊 中共对这些 被俘的 俘虏 还是很 轻 很宽松的 啊 很宽松的 呃 后来在 五零年 压到 四川 重庆 高洛山 啊 在那里 思想 改造 起义的 被俘的 全部在一起 呃 起义的 他们穿着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服装 领章 冒飞 都有 那么被俘的 也是穿着军 啊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服装 没有领章 冒飞 就是这种区别 啊 这个这种区别 呃 很轻松 啊 看的不是那么年 呃 在那里面 主要是中共 给这些人洗脑 啊 洗脑 呃 每个星期 可以出去 理发 洗澡 看戏 啊 可以 啊 再可以 可以跟外面 写信 也可以 回信 所以我父亲 啊 在 高乐山 啊 他写了一封信 给他的 啊 呃 在镇干潭的同学 啊 姓名叫 明义宝 就是过去住过四八团的 啊 这个 呃 中校主任 他的老婆 在重庆 啊 在重庆 就问他 你家的先生 现在 怎么样 他回了封信 我家的先生 在西康 住生意 很好 啊 他一讲这样的话 我父亲就知道了 这些 啊 军政干部 就是过去镇干团的学生啊 他们 他们 到了 西康 啊 到了西康 因为 这些镇干团的学生 他们都是有信仰的啊 有理念的啊 这些人 跟一般的军人 他们是不同的啊 是这样 所以 呃 很多 镇干团的学生 在西康 跟 萧村仁将军 并肩坐镇 啊 并肩坐镇 到了 五零年 啊 我的父亲 看到 重庆日报 啊 重庆登的报纸 报道了 阿子军 要三四四 在西康 坐镇的情况 上面写得很清楚 萧村仁将军 萧村仁将军 被中共击毙 王敬席将军 坐单架 自飞 雪镇 啊 雪镇哈 当然肯定是雪镇哈 当然中共 他不会这样写 所以他们 这个翻号 从 一九五零年的 五月份 萧村仁将军 王敬席将军 在阵场上 为国英勇 牺牲 啊 为国英勇牺牲 他们住到了 林郑氏 不投降 林郑氏 不背叛的 国军的 保住了 国军的 军粉 这就是 我们的 国军 将士 像这种 将士 不多 啊 要是多的话 要是多的话 也不会 兵败 如山倒 啊 所以说 萧村仁将军 杨干才将军 是 二十军 凯模 也是国军里面的 军魂 他们两位将军 代表了 国军的 军魂 不像 很多 投降 起义 见风 使诺 这些 起义 将官 他们 可以这样讲 叫 失实物者 为 进解 这叫 失实物吗 这不是 这叫 背叛 背叛了 中华民国 按照 中华民国的 法律来讲 他们叫 叛将 叛国罪 有叛国罪 所以说 历史 是后人写的 我们要 记住 历史的教训 历史 不是 现在的人写 历史 是后人 人写的 就像我父亲一样 我的父亲 过去是 历史反革命 现在是 抗日英雄 这就说 历史 是不是 后人写的 所以说 我们要 知道历史 要研究历史 现在 有很多人 说他们的 父辈 祖辈 作证 多么勇敢 多么厉害 我父亲 说得很好 他是这样 跟我说的 在抗政的时候 打得那么好 这样好 那是吹牛 他打仗 厉害 还是不厉害 英勇 还是不英勇 就是在看 抗乱 你连 抗乱都 打不好 你还说什么 你在抗政 你打得 那么好 吹牛 吹牛 所以说 我们很多 国军后人 很会 吹牛 我一查 他们的历史 父辈的历史 左辈的历史 难怪 都是 起义将军 起义的 人员 他们这些人 他们可以 闭到眼睛 说大话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了 像我们的父辈 我们的祖辈 从来不敢说半句大话 不敢 多说一句漂亮的话 只是 实事求是 都是这样说 我们参加了这个阵阵 我们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也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 因为 我们的政事 我们的政友 在抗政中 在抗案中 他们都牺牲了 他们连一个坟墓都没有 所以 我父亲是这样描述抗政的 在抗政的时候 打了肾仗 还好 这些将士有棺材 打了败仗 连尸首都看不到 所以 我的父亲跟我说 你一定要去缅怀先烈 给这些英雄 英明 他们做名位 祭拜他们 这是我今后的工作 也是我神圣的使命 我今天 就讲到这里 因为我今天非常激动 也非常高兴 想不到我的父亲的愿望 可能很快要实现 因为我知道 杨干财将军 现在就在其他的微信群听我说 二十军的情况 因为我的父亲在身跟我说过 要我寻找两位将军的后人 杨干财将军 杀川仁将军 他们的后人 代表我父亲向他们问好 向他们 致敬 还有 还有 李介日将军 周泰安将军 五重炎将军 所有的国军 二十军 一三四师 没有 投降 起义的这些官兵 向他们 全体 枷锁 敬礼 我今天 讲到这里 下面 互动 有什么 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 交流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有位群友 他问 国共内政的时候 是 国军的张位不行 还是 其他的方面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 蒋介石 要是 胜利了以后 他会不会 偷才 对于这个问题 我来解释一下 在抗政胜利以后 国军 很多 将官 他们都验证 文官 要打 武官 不想打 这是当时 一种验证的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 不是说 国军 他打不赢 共军 不是这个理 你们听了我刚才的描述以后 就应该知道 阿子军 他只是一个地方部队 只有两个师 跟74师 王牌军来比的话 相差甚远 相差甚远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情况 那么他为什么会被中共击败 要知道 是很多部队 起义 有辅助役的部队 三十万 有 沙 沙 陈明仑 陈前的部队 陈明仑和陈前的部队 有 贵州的 前军 北北章 将军 四川的 全部 所有的部队 基本上 全部 起 还有云南的 都起 没打 为什么没打 因为中共 他当时也是打中华民国 他在四九年的四月份 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大局以后 这些 没有办法了 因为中共 他有一个强大的 一个势力 这个势力就是社会主义 他的大本拥 是苏联 苏联 那么美国在这方面 他想在 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 这种联合政府 他的出发点 是很好 但是 好心 办了坏事 没有完胜的管理 没有完胜的 来支持 蒋公 国民政府 没有 在这方面 他们也知道 蒋公太强盛了 强盛了 至于蒋公 他会不会脱裁 我认为 他不会脱裁 为什么 在四七年 在四七年 军队就是国家化 国家化 武权宪法 已经写得牢牢的 武权宪法 所以 从这方面来看 蒋介石 他不会 偷裁 他也偷裁不了 为什么 因为他继承了 国父 深中山的 营院 继承了 深中山的 理念 所以 蒋公 他不会脱裁 历史 已经证明 国民党 在台湾 已经找到了 民主 宪政 这就是 历史 对不对 这位群友 他问我 现在有一种主张 主张民国非归 不决民国非归 而且现在有国民党来实现中国大陆的民主转性 问我有什么看法 这种民国当归 这是大势所趋 这是大势所趋 只有民国当归 这百年来的历史才能理清 才能理得清清楚楚 为什么 因为中华民国他还存在 当时中国共产党 他们是推翻蒋家王朝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他没有说 推翻中华民国 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这是历史的事实 台湾 现在是中华民国 已经找到了民主宪政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里程碑 这是一个中华民族的皇帝子生 向往的一种 一种宪政民主 所以说 我们都应该 为宪政民主 和奋斗 王埔基金会的李祥 问我 很想请教我 都是抗日民家 为什么张宁浦的名气 还要比杨干财将军 要响亮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也问得了将军的名气 大与不大 这个点子上 那么我来向你简单的介绍一下 张宁浦将军 是一个一表人才的一个将军 长得很帅 王埔士气 王埔士气 蒋公非常喜欢他 在抗政的时候 他非常的勇敢 他非常的勇敢 所以说 他的名气 因为是王埔系统 因为是王埔系统 王埔 国军 很多 都是正主要的 一个宣传力度 就拼命的宣扬 张宁浦将军 这是一个很智能的事情 中共也在宣扬 张宁浦将军 为什么要宣扬 因为中共他很清楚 张宁浦将军 很会打仗 但是 他很会打仗的人 败在我们 陈毅将军 苏毅将军手下 说明我们 解放军 苏毅将军 陈毅将军 比张宁浦将军 还要厉害 还会打仗 所以 中共 他为了宣扬张宁浦 他为了宣扬张宁浦 就等于 宣扬了自己 比张宁浦 还要厉害 那么 中共他胜利了 他手下应该有个败将 他同时出名 这个败将 就是张宁浦 所以说 张宁浦 有这么响亮的名气 你要知道 张宁浦 他是 七十四师 整编师 杨干财将军 也是 七十二十师 整编师 但是 在军队 都叫官了 军长 不叫师长 是这样 张宁浦将军 讲功 只受他 中将军选 杨干财将军 受上将军权 你们都没有看过 中共来宣扬 因为他在抗乱的时候 都是打肾仗 知道吧 所以说 中共对打肾仗的人 他不宣扬 打败仗的人 他要宣扬他的部队 比国军还要厉害 就是这个意思 一位亲友问我 蒋公 他到台湾 为什么叫兔才 我认为 那不叫兔才 为什么 因为 他在大陆 受到了这种 致命的打击 败对台湾 接受历史的教训 所以说 军政 宣政 军政 还没有完成 还没有完成 到了台湾 他地方上 还是选举 五权宪法 国大代表 都是选举的 只是他 要控制 整个系统 在 政争 还是在 政争的年代 还是跟大陆 是 敌我矛盾 随时发生 政争的年代 像这个 我们就应该要理解 因为还属于 政争年代 不是和平年代 这个要 要清楚 我们都要清楚 那个时候 互相 在这方面 攻击得很厉害 这里叫共匪 这里叫 蒋毁 都是这样 攻击 你攻击我 我攻击你 像这种 那种时代 那种气氛中 怎么搞民主 怎么搞宪政 对不对 只有在和平年代 才能施行 民主宪政的 转型 王先生 你好 元切先生 我不怎么清楚 我对他 光复民国 十大理由 这这方面 我还没有 拜托 对不起 非常 谢谢你 这位先生 问得很好 群友 现在的国民党 已经不是过去的国民党 跟我们的父辈 跟我们的祖辈 有所不同 可能我们大陆的 这些国军的后人 国民党的后人 历史反革命的后人 对台湾 这些过去的国民党的 一些将官的后人 我们还有一种亲切感 还有一种亲切感 但是呢 现在呢 可能我对他们呢 也比较失望 也比较失望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是 我们所想的 那种 国军的后人 国民党的后人 他们 在我们心目中 不是我们所想的 可能跟我们这个 地理环境有关系 因为我们的父辈 我们的祖辈 我们的父辈祖辈 在大陆 有的是被镇压 有的是坐牢 有的是吃苦 知道死 都没有看到一种希望 所以跟台湾的那些 国军将士 有所不同 他们都过着 中产阶级的生活 他们都高正无忧 所以他们是在 那种环境下来 他们的心理状态 跟我们有所不同 他们对大陆 也不是很了解 也不了解 就比方说吧 像我们国军里面的 很多 有些是起义了的 已经参加了中国 人民解放军的后人 也跑到台湾 和过去的国民党的 大佬 国防部长 和过去的国防部长 郝博生先生 这些起义的后人 他们到台湾去 还可以喝饮流言 还可以跟他们喝饮流言 使我们这些 国军的后人 历史反映的后人 看得过去 实际上是一种很大的失望 他们很多 连一见立场 都没有了 所以说他们的思想 已经变了 已经变了 所以我们国军的后人 历史反革命的后人 对台湾 现在这些将官 他们的后人 也感觉到无所谓了 已经无所谓了 王先生他讲 民国非归 统一中国 实行宪政的可能的路径 是怎样 这个路 我认为是这样 因为现在台湾 已经走到了民主宪政 现在大陆还是一党执政 在这方面 一党伟大 一直这样走过来 从49年到现在 都没有变动一下 台湾已经 政党联替 已经从陈水扁 到马英九 现在从马英九 又到 蔡英文 他们已经是政党 人体 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 中国的一种 发展的方向 我是这样认为 因为中华民国 还建战 作为大陆的 很多搞民运的 大陆很多搞民运的 有各种各样的思想 我认为 在这个民主圈里面 有一种思想的 愤乱 还理不出一个 秩序 一个条理出来 都是各讲各有理 各讲各有方法 显示出各有各的裁法 实际上 这是一个 很不好的现象 这对中华民族的统一 这也是一个 很大的叛选事 实际上统一 我们中国一句老话 人在潮涌 心在汉 要是大家的思想 都统一在 人在潮涌 心在汉的 这个思路的话 我相信 统一 不会要很长的时间 王埔 后代基金会的李翔问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确实不错 过去是这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那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它是会出现一种霸道 叫霸道 不是王道 我们要认清霸道 以王道 阎王子孙是霸道 我们皇帝子孙是黄道 要搞懂这个 那么现在 历史已经走到21世纪来了 大家 全世界都在走民主宪政 都在走民主宪政 一人一票 一票来选出国家最高领导人 现在已经指明了这个方向 现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是不错的 但是枪杆子里面出灾难